HELLO 大家好,又是拘捕港人Biddy 哇,这个开场白,没拍,整个几月了 一直在等他退彪 终于等到这个叫做抗野之力 和这个二度审判 今年的二元二号就开始退彪了 即是退环境了 如果不知道什么退环境,就可能看之前的视频 或者有很多YouTuber说什么退彪 因为Pokemon卡每年都会退一次彪 今次是退彪之后的新诞卡 因为很多卡退彪的关系 这一旦就会出一些卡让大家玩到 所以这一旦都真心说 每一边大概开一至两盒都很基本 另外,这个我以为是开始设计 这张小火龙我怎么都会买的 之前好像尾版也拍了 今次这个是中文 原来除了有个Coin之外 这个设计是有各四包的 即是原来都可以抽一下 官方定价是99元 为什么会这么有趣99元呢 因为今次Pokemon可能是因为我们农历新年 它也出了一个叫做 功贺新稀的普务卡 一共有9张的普务卡 基本上你买一个这样就送一包 因为好像达到了88元 那就是派一包 那我们就开了不如 那这里就 其中只开始吧 那就因为这些 叫做说 礼盒 因为它不是圆盒 那就是没有固定的配率 那会不会很适合我包包都是正的 对啊 会的 但现在照看就 有张AR 龙头地鼠 那未来这边其实都 很多东西是玩到 但是还没开到 这个 古代未来和之前的古代未来 是一样的 是 即是Tag是一样的 不是 不是一样 即是Tag是 是可以大家继续玩的 因为退标之后 我很喜欢用的TagTag 就是这个千变年激红 就没得玩 这个就是一张 三海地 很吐心的控制卡 它不是保底来的 它是可以 即是它强化 喂 这个我会玩的 古代box 一个很厉害的小人怪 咦 好像一张 保底都没有 这个都会要用的古代卡 这个支援者卡 大家看到了 都不用操了 只有一张 RR 一张AR 都挺服的 好 那就车尼龟这边 杰尼龟 这次古代 超漂亮的 这张挺漂亮的 那个卡图 真的来了 这张是 粉红色的 金淡 即是新标之后 我们会叫做Ace Card 它全名好像叫Ace Bank 它那边是这样的 这张是一盒一张的 我们在用四包卡 开到一盒一张的这个卡 是挺爽的 现在拍摄的 其实这张卡大概是$85元 这盒是定价是$99元 新型的 这张卡 这张是限一的 好像以前的隐蛙光辉卡 这个就叫Ace Card 一个牌组就限一张 我觉得这个 车尼龟已经是本了 就是真的会出Ace Card 会不会出补底呢 人都贪心 是没有的 古代这边是没有的 可能在未来 古代没有 没有皮皮啊 有没有半丁 没有啊 但是这个算不算了 给你一条舌尼 不要弄这么恶心的东西 啊 我有张AR的大舌头 大舌头的AR 是呀 喂 又是地鼠 你今天是地鼠Night 地鼠日的 两张 痴羹啊 喂 不建议小火龙都有 两张地鼠AR 对 看它害怕 为什么 又是地鼠 咦 好多地鼠 哇 这个是 金达 即是未来新的AR卡 但是它目前的使用性是 一个迷 就由你去发挥 它比较厉害 有一张是 开出来才说到 没有 未来就 那些大怪 即是我们称为 EX以上厉害 那么 其实这些人都 说真的是很厉害的 但是这一张 其实是小人牌来说 刚才都开到的 都 它还说用到下的 那么 填了这个 那个Item之后 填了这个Item 就可以 它加上格属性 大家变成格属性 打120 然后拆一些 都是这一弹的那张卡 就可以击击到一些 未来Mapper会有的怪 好像宣布 还有两包 好像宣布 还有两包 好像宣布 收皮 收皮 直到是连我想要的小怪都没有 地鼠一教 哇 这盒小火龙是连AR都没有 打算叫大家可以买一下 觉得挺划算的 网上人一些配率都不错 我就服务 你又清了一盒配率低 其他人的机会 又大一些 真的 马上来booster 来啦 来啦 其实封面的这两只都很厉害 这只刚才开了 真是废的 可以实测一下 刚才我开了 booster第一包出AZO 没有 因为那些江湖传闻 说什么右边的第一包 或者第二包 大家试一试 是不是啊 实测是全白卡 会不会是左一左二呢 并没有 有这个废的 金蛋很多地鼠 那底的一包呢 保底 右边最底的一包 都不是 右边尾尔会不会是 AR的 哇 这张好漂亮啊 左边最底 这张漂亮啊 都不是 这些传说假的 但是我都是 其实我都是继续飞的 什么一定有的 是一定有的 当然实测一下 所以不关事 我感觉到 来了 又是我开了 都是那些垃圾 垃圾20元的鱼 又是这张地鼠鱼鱼鱼鱼三张 哇 EX 全部都不是开要用的 这张的就是挺厉害的 可以防止鬼龙的V-Star 令到这个亚尔垃圾桶 可以回来神威 这张 很多人都说 它真的挺噁心的 因为我一个朋友 都挺喜欢班吉拉 他就说这张 一天不退彪 它都不会回哭 为啟 是什么 胃胃大�� 喂呀 超열 但以大事头 的ậy 还算不噁心 它窃 兵里吃蛋糕 反正台 涉 Fairy pentru 我费 保底和A's 都在右边 是哦 这个刀其实 是挺厉害的 筆劑 來著未來那邊 但是我自己是看很古代的 補底的 這張不穿 好東西 不過它 它是封面怪的 XAR就好一點 這張我想 不用看價 它應該有夠水 這張就是我剛才所說的 如果它拍了在Bench 自己所有未來的怪 打壓到加二十 配合剛才那些小怪 就令到可以做到很多打點 好像是沒有 但是它是這樣拍下去就可以 開發一下 都應該有潛力 應該跟未來的鏡頭是可以一起組一次 可以的 可以的 可不可以出一支槍 Ace槍 補底 哇 連那隻 沖水那隻狼也抽不到 還沒抽到 沒有 沒有 全部抽完 還沒出Ace 看來出 斗篷 唉 這個就 插到一些小怪度加白血 都沒有說用不到 但是 古芝麻槍就比較貴 它不是所有Ace都是這隻粉紅色 但是藍色 是 那它 一邊有三張 即是三抽一 哇 厲害 這個很划算 但是 你看到嗎 是沒有封面的 這張我不算 綠色那隻比較厲害 什麼藍色那隻 就是封面怪 綠色那隻比較厲害 怎麼樣 但是有兩顆 新人 這個是 未來的 配套 好 剛才是右邊 出了Ace 和 補底 我們實測 古代 是不是也是這樣 直接開到右邊 然後左邊 勁退 香薰 不是 這個真的 大家退了VIP之後 我不想說必落四 但是很多牌都要下 別落四 它不會別落四 它是扯了70血的 Pokemona Band 以前VIP是任拉的 基本的 但是這隻就要限70 但是它就 不同VIP就是 VIP限了頭轉 那它就不限頭轉 那水君 這隻也是封面的怪 古代這邊就是水君 炎帝和雷公 雷公有些人說它是長頸綠 是幾七 那水君 我覺得相對上是 三神獸裡面比較漂亮 然後它也有些潛質 它的特性是可以打穿人 這個古代未來 沒有什麼給我A的 沒有啊 全部都噁心的 是啊 我沒有叫你付錢 那不是很有良心 之前那些你不付錢 你A的卡 我有付錢 為什麼 律鼠 不行 我不要這隻 為什麼還沒有開到光明月 有張小的古代光明月 哇 金卡 哇 真的這邊補底 哇 又水君 那你可以玩這個 波檔水 但這張是 不太用得住 現在應該是沒什麼價錢的 不過金卡 不要說自己服 唉 但是 好勉強啊 師兄 不但是因為它回不到一盒的價錢 但是中金卡都沒理由說自己服 這支但是古代很厲害 大家之後要防些墳墊 2日圓 出完古代支撥 就可以墊墊墊墊墊墊 即墊墊墊墊墊 真恐怖 還沒有小的骨明月 真的右邊出了Ace 看到粉紅色嗎 嗯 N 正不正 這顆N 很棒 因為它放了一顆 然後放了這顆N 又放不到其他用的東西 其他東西比它厲害 但是我就實測到 這次為什麼全部都是右邊出的 那那些什麼 一起開一半盒那些 拿了右邊就贏了 這顆雷弓就是這次古代 其實這一彈也挺大的衝擊 大家還沒出完卡的情報 就是率先流出了這張 它2日圓 然後可以一格一電打 然後扔N就70成 其實它真的做到一個很厲害的打點 然後它沒有弱點 所以真的挺瘋的 終於不用進化 所以最貴 這個就是 期待已久 是很厲害 就是這張小卡的古代光明月 它一技是2額 墳有多少張古代卡 成10 然後70底箱 就是墳越來越多古代卡 就是你越後期 這張卡越大力 輕鬆可以打到200多 200多 200多? 對 因為墳有20張古代卡 那就打270了 會不會爆配 還有什麼可以出 因為金卡是可以不吃配率的 還有一些SAR 可以還是一定 可以 未必的 有這種噁心的東西 這張就是 想說 但它直接出了AR 鎮翼 以往我們看到這個鎖匙圈 它企圖都鎖了基礎 這張也是要企圖 但只是鎖回人家戰鬥 所以那個 就沒有鎖匙圈那麼厲害 這張就是 剛才那張的 原版 可以砌身丟 角一其實真的很夠 這張很夠 這張很夠 隨便都不漂亮 這怪 古代未來 律書院的最漂亮 這張其實都很 但它的畫風不漂亮 這張也很 是否可以衝擊 又不是衝擊到 下機也可以用它 不如貼了一顆雙毛 就可以打 插進去就打 但問題要進化 還沒爆配 求一下你 還有機會 我們Youtube Channel成立這麼久 沒有錢收 可不可以開卡贏一下 通常是鏡頭後才贏 誒 來得了香薰 補薰 試得讀香薰 有意我覺得都贏了 OK 不是 未開完 忘記了賴士風 它是什麼卡 很棒 即是都是古代未來 立刻可以 看到大家看到有什麼分別 有個Tag 是啊 咦 全部都是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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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是有那個Tag 咦 嘩 傷到這樣 復了 拿來用 喂 怎樣都可以用 一定是我撕得壞 是不是你撕得壞 誘惑 嘩 它都頗不重複 還有真的沒有推車 全部一一一一一 啊 啊 對白下去 始終都是逃不開這個開卡 是很難贏的 那但是 有份喜悅的 看到我的喜悅了 耶 我覺得都要開一下的 各一是幾好 對於拍片我來說都 不想變得那麼痛 之後收拾卡都舒服一點 接下來看看我會不會拍開卡片 有沒有什麼 你的問題就是 為什麼這彈這麼噁心 對啊 這彈的怪 真的有點噁心 但是 世貌性來說是挺高的 就是比以往那些 我是收藏向的嘛 好了 好了 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齊總子和車戲龜 都推出了這樣的包 叫做寬天喜地 我叫他們寬樂天地